帮人帮己,但有四种人一定不能帮,帮了反而是惹祸 帮人帮己,帮人是集聚人脉,是为自己以后的成长修路加桥 但是现在社会心怀鬼胎的很多,所以你的善良一定不要给错了人 否则就是惹祸丧生 以下四种人一定不能帮 1. 忘恩负义的人 忘恩负义的人是占了别人便宜还卖乖,没有一点感激之情 你对他好,他觉得是理所当然 你如果对他不好,他就开始抱怨你,处处宣扬你的不是 比方说你在某企业任职,帮助落魄的他找到了工作 但是后来你的工作搞砸了,被单位排挤 这时候他不会站在你这边,反而会跟着瞎起哄 表明他和你不是一路人,划清界限 当你落魄的时候才可以真正看清楚一个人 才可以鉴别谁的真朋友,谁是假朋友 因此不管你多么成功,也要注意分辨 哪些人值得帮,哪些人不能帮 忘恩负义是小人,千万别帮 2. 唯利是图的人 唯利是图的人靠近你,假装很可怜 其实是想从你身上捞取好处 不是真的可怜,他是在利用你的恻隐之心 如果你帮助了,就是上当受骗 最可恶的是他得到一次利益还不够 会因为一次得逞,就继续想方设法捞好处 这种人没有做人的底线 希望你看清楚,并且进而远之 3. 看不起你的人 有的人眼睛看天,自以为是 从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特别是他成功的时候,对着谁都吹胡子瞪眼 以为他是天下第一 如果这样的人落魄了,你也别帮 他的心里永远是贤品爱富 一旦他翻身了,不会感激你 而是看不起你 落魄的时候和成功的时候 判若两人,翻脸比翻书快 看不起你的人,你要懂得记仇 别以为他的几句服软的话 就让你耳根一软,就伸出手去帮助他了 帮助那些看不起你的人 那是你自己掉价了,看瞎了眼,也是在助纣为虐 4. 自甘堕落的人 人穷不能穷,鼓起 这样的人还有得救 但是有的人一辈子祸悉泥 得过且过,破罐子破摔 自甘堕落的人不能帮 因为你帮助他,他就赖着你不放 隔山差五找你要好处,纠缠不清 你不给就要和你较劲 甚至动手,好像理亏的不是他,而是你 你给他好处,其实是阻挡了他好吃懒做的习惯 让他总以为什么都可以不劳而获 他是典型的扶不起的阿斗 如果你一定要帮,就会拖累自己 请你记住,别把善良给错了人 以下四种人,就是跪下来求你也别帮 一个人善良没有错 但善良给错了人,反而是给自己找麻烦 关键时候要学会心狠 不要等好心没好抱的时候,才后悔莫及